当地时间16号上午,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并发表特别致辞,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。 李强表示,本次年会以重建信任为主题,非常契合人们的关切。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,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,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,我们应当团结一心,共同破解信任赤字。 李强就重建信任,加强合作,推动世界经济复苏,提出五点建议。 一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,更好汇聚世界经济增长合力。 二是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协作,切实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。 三是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,让技术变革更好汇集人类。 四是加强绿色发展合作,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。 五是加强南北合作,南南合作,着力建设,普惠包容的世界经济。 李强强调,中国是重信手诺的国家,近年一直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。 产业基础,要素秉赋,创新能力等基本面良好稳固,经济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。 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并处于需求快速释放阶段,将为世界贸易投资增长提供更宽广天地。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,选择中国市场不是风险而是机遇。 我们敞开怀抱,真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,将努力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。 这次后,李强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多边体系等问题回答了施瓦布的提问, 强调,要坚持以人为本,普惠包容,以善智促善智,引导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。 中国始终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坚定力量。 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,新加坡总统尚达曼,比利时国王菲利普,卢旺达总统卡加梅,加纳总统阿库弗·阿多, 卢森堡首相弗里登,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,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,以及来自各国的政要、工商、学术、媒体等各界代表,约1500人出席上述活动。